健康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 欢迎收听健康方程式 今天的健康方程式 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的知识 节目中邀请到高雄市里 中医医院黄洪廷医师 医师你好 婉祖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洪廷医师 今天黄医师要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据说古早传说 你若是头看白人生辛苦 真眼是什么情况 真的是偷看别人洗澡吗 真的不是 不然我帮小朋友洗澡 不就每天都长 而且有些人去那个什么 三温暖或者那种大澡台 那不就是大家都长吗 那到底为什么会产生真眼这个问题 其实首先真眼你要留意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种腺体的开口 比如说我们皮肤会有皮脂腺的开口 那这个皮脂腺的开口 一旦被挡住了 那就会长青春痘 长粉刺 对不对 那我们的眼皮里面 事实上也有一些皮肤的开孔 那种腺体的开孔 主要就是要分泌一些黏液 来保眼睛的保湿 我们眼睛要保持滋润 才看得到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腺体的开口 本身也有可能被细菌感染 所以当这些腺体 被细菌感染的时候 那它就有可能形成一个 在眼皮内的毛囊眼 类似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词 叫碱线炎 因为它是在眼瞼里面的 腺体产生的发炎 所以叫碱线炎 那我们有分为 急性的碱线炎 跟慢性的碱线炎 大概是这样子 当这些碱线炎里面有化浓 它就会鼓起来 皮肤上面 就会形成一个隆起的现象 那我们还有分为是 眼瞼内的碱线炎 跟眼瞼外的这个碱线炎 对有的在里面 你要翻开才看得到 对对对对 事实上 那就是在不同位置的 毛囊的开口 因为我们的眼皮上面 也是有毛囊开口的 所以说只是有分 内侧跟外侧 那基本上呢 如果在还没有熟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还没有熟 就是没有浓头的状态下 就是就等它熟吧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 点一点抗生素的炎药水 然后看看它自己会不会消 但是有时候的一个发展 没有因为点抗生素的炎药水 它就消失掉 它反而继续长 成熟之后 它就里面形成很多膿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经验的眼科的医师呢 他就会用一些适当的工具 把毛囊眼呢 把它弄破 然后把里面的膿挤出来 而且注意要挤干净 不然一个礼拜内还要再去第二次 那个浓挤出来以后 再涂一点那个抗生素的软膏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眼药水 因为眼药水很快就被冲淡了 所以这个时候会用那种抗生素的眼药膏 油性的那一种 让它附着一下这样子 然后可以达到比较长时间的抗菌的作用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一次的治疗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讲的蜜油膏 产生这个蜜油膏 就感觉上观察起来 好像大人也会小朋友也会 对 好像小朋友会比较容易一点是吗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刚才说过了 长在皮肤上叫粉刺 那长在眼睛上也叫蜜油膏 对不对 都跟谁有关 都跟细菌有关 那一般人 除非说你是吃到什么过敏的东西 然后用手去揉眼睛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事实上是不干净的手 去揉眼睛才会很常见 那谁会用不干净的手去揉眼睛 通常是小朋友 大人嘛都紧决心 因为大人从小就被污染了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知道说 手再去揉就会长毛巨膏 所以从小到大的经验 等到我们变大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用手去揉眼睛 所以现在还是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因为我们这些腺体的开口 要么就是被塞住了 要么就是被细菌挡住了 那像这种情况 他都会有可能会发炎 所以像我们第一个就是不干净的手 来揉眼睛 那第二个呢就是太累了 有些时候啊 我们会疲倦到 眼睛周围有所谓眼轮杂肌 那眼轮杂肌呢 他可能会因为过度疲倦 他就收缩 所以反而也会把这些腺体的开口 有可能也会堵起来 所以让里面的东西跑不出来 假设已经有细菌了 细菌就在这里面安和乐意地了 他就会长得很可怕这样 所以就形成一个新的白球高僵 这是疲倦 还有一个刚才我刚才讲的第三个就是过敏 可是过敏也是因为你的眼睛痒 因为过敏本身是不会形成白球高僵的 而是因为你眼睛会痒啊 你会用手去揉它 然后它就产生了 因为细菌跑过去了 这个是急性的真眼 不过呢 讲到真眼啊 我还要再跟另外一个提一下 因为呢 真眼通常是只有一颗 对 通常一次只会长一颗 但是呢 有一种叫做腺力肿 腺力肿它是长一片的 我在临床上 我跟学生我是这么教 就是说像脉力肿 我们刚才讲的白球高僵 就是在讲脉力肿 那脉力肿呢 是这些腺体的急性的细菌感染 然后形成发炎 所以眼皮的地方会红肿热痛 那通常都长在这个眼皮的内缘或外缘 这样子 有一种情况呢 叫做腺力肿 那腺力肿跟脉力肿不一样 是因为它比较不会痛 那它长的位置呢 离眼检比较远 腺力肿它本身呢 大概是跟过敏 或者是病毒的感染有关 所以它的治疗 有可能要需要用到 这个类固存的一个治疗 所以这是腺力肿跟脉力肿 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是长一粒的 一个是长一片的 长一粒的就是 脖球高降脉力肿 长成一片的 那就是腺力肿 不过这个你也放心 连我中医师都知道 所以眼科医师处理这个 是绰绰有余 治疗你就交给医生就好了 所以尽量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才是重点 我们的环境当中 有很多的细菌病毒 那你不太知道你的身体 哪个时候会被入侵 然后产生一些反应出来 因为理论上环境中都有 可是如果你抵抗力好的时候 好像都无所谓 抵抗力稍微不好的时候 症状就很明显了 那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在肿 刚刚在红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 比如说饮药水 三类一直点 还是说 也不行 我们要冷敷还是热敷 有时候冷敷还是热敷 搞不太清楚 其实如果你要消肿的话 大概是要冰敷 如果是要活血化瘀的话 那是要热敷 所以假设有出血的话 一定不能热敷 这个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热会干扰凝血 所以说假设你在一个会出血的地方 还给它热敷的话 那它出血量就越来越大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 如果不舒服 有的时候用冰敷 可是刚才我们黄医师提到 有的你要让它成熟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敷 当然痛的话就敷啊 因为在痛的那个当下 就是因为它会肿脏 然后挤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冰敷一下会舒服一点 是 待会洗是不行 因为熟的时候反而比较好处理 你还没熟 你就在那边肿痛肿痛这样子 反而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化开 把里面融挤出来 反而就不痛了 是 对对对 那睁眼会传染吗 比如说你右眼发作了 左眼会吗 还是说同住的家门会不会 来来来这个说一下 基本上是不会传染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 我刚才讲细菌嘛 可是呢 通常细菌要能够感染到线体 然后它真的跑进去 又没有被眼睛 这边的免疫系统给处理掉 然后再进一步形成感染 其实这个都需要运气 都是刚刚好刚刚好 对那是机率问题 但是 如果说它两个眼睛都长睁眼 或者是说 除了这个孩子在长睁眼 他其他同住在你长睁眼 那代表什么 可能是不健康的一个饮食 或者是卫生习惯啊 比如说 全家共用一条毛巾 对不对 这样是有风险 或者是说 他们全家人可能卫生习惯 没有那么好 常常在那边揉眼睛 然后小孩子呢 手又脏脏的 其实我们现在小孩子的疾病 变得比较少 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 卫生习惯变好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有很多同学就是 常常鼻子这边有两管鼻涕 有没有 我小学的幼稚园都很常 有这样子的印象 如果说全家卫生习惯 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才有可能都会长睁眼 但是我相信 那也不是传染的 只是也许是他的生活环境 这样子的感染源比较多 当卫生条件 我们现在已经 等于是全民进展到一定 尤其经过疫情之后 有一些传染疾病 几率会下降 好的卫生习惯 我们要继续保持下去 那如果这个把尖的问题 产生了之后 由眼科医生来处理 对不对 当然处理是让眼科医师处理 这个请你不要自己处理 这太可怕了 光是那个切开排 这件事情 请让有经验的眼科医师来 我们生活中 我们可以注意 比如说 假设你的视力 真的比较不好 你常常在眨眼睛的时候 那你还是戴个 正确度数的眼睛 因为我们常常很用力的 去砸眼睛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这些眼皮里面 线体的开口 是有可能被塞住的 所以用眼还不能太用力 我们平常的饮食习惯 我都会跟病人说 烤的 炸的 辣椒 胡椒 花椒 这个真的要少吃 不幸 你试试看 如果今天黄医师讲的 你不相信 那你下一次 眼睛快发炎的时候 快长脉力腫 已经在腫了 有一颗地方在那边腫腫 然后你故意的 多吃一些烤渣辣的东西看看 或者是这个时候 那个花生 多吃一点 你就知道说 会不会肿得更厉害 是 人体实验 黄医师在建议你 因为我常常都会跟病人说 我说你如果不听 没关系 你吃看看 吃看看你就知道 对对对 褥酒到尖 那个初期在长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知道 你褥酒会点点 一开始就会点点 所以你这个时候 OK啊 你的烤渣辣多吃一点 是 或者是来一个什么 熔岩花生鸡腿宝 有没有 哇 听起来怎么这么诱人 那个花生酱多傻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眼皮上面这个发炎 是不是会长得更严重 然后注意眼睛的清洁 但是注意眼睛清洁 不是要你用手直接去揉眼睛 或者是用水去洗眼检的部分 真的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眼睛本身会有自清的结构 是担心眼屎卡在眼角 没有正确被弄掉 因为你要注意 常常有眼屎卡在那边的话 事实上眼睛会很容易发炎 所以说当你发现小孩子有眼屎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是感冒吗 是类腺去堵住吗 是鼻子这边有塞住吗 因为这样子都可能眼屎会变多 或者是他去揉眼睛 已经造成一点点的感染了 那这个时候你有去帮他做好 这个眼睛周围的清洁的时候 也可以避免进一步来形成脉立种 就是睁眼 眼睛的分泌物如果增加 那可能会是有一点问题 对 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会在感冒的时候 鼻子塞住 那鼻子塞住的话 鼻泪管这边就塞住 那鼻泪管塞住的话 我们的泪液就没有办法流到鼻腔里面 事实上我们每天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泪液 是要维持眼睛的湿润 但是这些润滑液一定要有进有出啊 从哪里出 事实上是用鼻泪管跑到鼻子去 所以我们就把它帮成鼻液就吞下去了 这样子 是 其实我们的那几窍都是通的 对 真的 我们的凄窍都是通的 好 假设感冒鼻塞啦 急性鼻痘炎鼻塞啦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鼻泪管你跟着塞住了 这些使用过的泪液 没有办法被排出的时候 积在鼻泪管里面 那就会化膿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会见到那种 一整条的绿绿的岩石 其实那个要注意 这个可能是来自于鼻泪管 你要去学会观察小孩子 有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一定是背后有问题的 对 那还要顺便再请教黄医师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的家里面 可能是常备有眼药水 对 各式各样市面上可以买到 都很神奇的眼药水 这个眼药水在点的时机 有需要注意吗 其实是真的有 比如说一些比较技术性的 像比如说像青光眼的眼药水 或者是有比如说像绿莓素的材质 或者是Gentermine性脂菌素材质的 这个抗生素的眼药水 我们在滴的时候真的还要稍微捏一下鼻子 滴完以后然后身体要往前倾 捏一下鼻子 因为有时候这些眼药水 如果经由鼻泪管流到鼻黏膜上面去 事实上是有可能被吸收的 是 有一些眼药水比如说心死敌敏 Near Stickmin 它是在甲性近视的时候用的 也可以应用在眼球疲劳的时候 那像这个大概就没有什么副作用 可以比较常用 再来一个是更没有副作用 就是那个维他命B12的眼药水 像过去很有名的就是某某1.0B12 这样子 好像没有完全讲出来 应该没有 可是我脑中想起了广告歌曲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电视还没有这个广告 可能没有了 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广告歌立刻响起 马上脑海里面有回忆 对可能大家都有点过吧 家里可能都已经买过了 像这种B12的眼药水 这个也是在保护眼睛的 像这个的点的话 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有时候这个眼药水 你一定要切记就是说 基本上要放冰箱 要低温储存 是 对我们的法规里面 对于眼睛用的药膏 眼药水事实上它的规格是要求蛮高的 最起码都要灭菌处理过 所以我们一般拿到的眼药水 应该都要清澈透明 只有一个例外 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清光眼的眼药水 它本身就是浑浊的 我们大部分使用的像B12的 心死敌敏的 或者是抗生素的 这个一定都是澄清的 都是完全透明的 这样才对 那平常的时候要放在冰箱里 平常放冰箱 我建议是这样子 站在眼科的医师的立场 他们会觉得说 治疗的期程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这些都要丢掉 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眼药水 都不会做很大罐 对 都小小罐的而已 因为都是短期使用 因为它这个很怕坏掉 它不希望你放太久 对 我们要用在眼睛的一定要无菌 既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确保无菌的时候 我就不要做太大罐 让你用完再换新的这样都好 是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常备药品的话 朋友们可能可以用个方式 你购买那一天 你把日期贴上去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有一段时间 你就算没有用完 你可能要淘汰掉了 太换掉了 对要太换掉 像我家 我在我家的冰箱有很多药 就是真的像那个 一般皮肤 有医区是药品厨房区 对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像皮肤用的 外用的药膏 是 啊眼药水 这是我们家冰箱里面 常备的两种药 因为眼药水是有时候 比如说小孩子突然 不小心把眼睛弄受伤了 外伤 或者是说突然发生有感染 突然眼死很多 对 其实这个我都会先处理 是 而且这些眼药水 在药局买其实不贵 好的 那我们在家里面呢 第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卫生条件要保持好 对对对 那如果是真的产生有真眼的症状 刚开始的时候 隐隐作痛 那你就知道 可能是有真眼药发作 并不是偷看别人洗澡 他就是一个症状发生了 跟青春痘一样 可能偶然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那要小心的照顾 如果真的开始化浓了 还是由医生来判断 什么时候把它清理干净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弄 因为在眼睛 有时候如果是在内侧 你要眼皮要翻出来 整个工程是会有点耗大 所以不要在家里这样胡乱弄 这个眼睛是灵魂之窗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它 保护它 是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高雄市立 中医医院黄宏廷 医师跟我们谈真眼的问题 谢谢黄医师 谢谢婉族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